说到剧烈变化 台北天气非常热 高达36度甚至38度 很多人皮肤出状况了 诊所最近收了很多 脸红红的患者 不是被太阳晒昏的 是因为太热了 就遭性皮肤炎 那一件已经证明了 其实这和蛮虫是有关系的 天气太热 这些蛮虫就容易在脸旁 大量增生 小心脸红红 都是虫在作怪 天气好热 台北这几天都是高温 承登景序 表示连续三天高温 达设施36度 或是单日气温达38度 不但得小心中暑 还得注意点红红 带来的健康景讯 脸颊上着红红种种的痕迹 叫九糟性皮肤炎 症状为泛红 秋枕农泡 还会发热 刺氧肿胀胀 容易被误认为痘痘 过敏或接触性皮肤炎 但造成九糟性皮肤炎的原因 居然是脸上看不见的宠虫 这长条形的叫做乳形满虫 依赖油脂角质皮靴而生 正常人脸上每平方公分 都会有七到八只 但九糟性皮肤患者同个范围 会增生到上百只 造成慢性发炎 可能这一个礼拜 看到这些九糟的恶化 大概增加了两成到三成 医师提醒九糟性皮肤患者 最好别晒太阳 不吃刺激性食物 根据统计 这皮肤炎的盛行率 约1%到5% 耗发于30岁到60岁女性 爱美的女生 如果脸部潮红状况不退 还是赶快看医生 因为对付难缠的乳形满虫 还是得擦药 才能阻止蟲蟲肆虐 造成的发炎 继续谱服先徐经营报道